您用股份换取琉璃钻的事情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各方面都很关注 已经有不少人打听到我这儿了 我现在实在是没法应付了 应付不了就不用应付 该说的话该透露的消息 我明天自然会透露 好的 董事长 那我马上就去处理 小青 你找我有事啊 杰克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现在是和欣言在一起了吗 没有啊 我们就是好朋友啊 那你一定是喜欢她的对吧 我能感觉得到 那既然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她的 可是我问过欣言 她根本就不喜欢你的呀 我觉得既然不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还要接受她所有的好呢 这样是不对的 小青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对欣言有误解 而且我不想听到你这么说她 我跟欣言在加拿大的时候就认识 而且我们共同经历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 其实我们就像亲人一样 你们不一样呢 我觉得你们一点都不一样 不管是价值观还是世界观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想要的生活 是那种幸福安稳的小日子 而姑嫌她想要的是成功 是权利 她的野心 根本就不是你能估计的 我觉得追求所谓的成功 没问题啊 但是还有很多比成功还要重要的东西 比如亲情 友情 还有任云人之间的信任 杰克 我 小青 我先回去工作了 杰克 你究竟明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啊 杰克 杰克 宋老 这是我们公司法务部您好的合同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麻烦您签个字吧 可以 谢谢宋老 不客气 再见 李卓然把我找过去 让我明天筹配一场发布会 什么发布会 我猜应该是跟牛力钻有关 但具体她跟宋诚谈到什么程度 我不清楚 合同已经签了 而且还不是独家 李卓然这次可是吃了个慢亏啊 请进 宋老师 东城在林总到 林总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请坐请坐 好 我呢最近有点怕生意 我跟李卓然的一个过节呢 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俩的关系 虽然现在外面说 还说什么都有 但是我还是相信唐婉容不会看错人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同时 也谢谢您惦记着唐老师 应该的 你今天来 是不是也为这个 您是明白人 您是明白人 我就打给天庄说亮话了 自从唐老师去世以后 李卓然把持着公司 我独目难知 仅仅靠着乙棒品牌苦苦支撑 这个李卓然 是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 这次抛出这么大的毒本 我一直怀疑他别有所图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他把您老给吊出来了 孙老师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问 您别介意啊 这刘丽专 真的是您的手艺吗 怎么 难道你想看我现场操作 刘伯伯 不是我不相信您啊 您也知道 我当年跟随唐总左右 对刘丽专的前世今生 我了如指掌 在这个世界上 见过唐总制作刘丽专的人 不超过三个 但是这之中不包括您啊 林总啊 有关于这个刘丽专的 公益的来历呢 是我不能跟你详细说明 但是有一句话 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 我不可能做出 对不起唐婉容的事 那么最近的李卓然呢 曾经要求我 把这个公益的这个授权 给他 我拒绝了 我坚持要卖给东晨 而且不能卖给独家 我这样做就希望能够平衡一下 李卓然的做法 也算是我为唐婉容老师 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吧 我明白了 我有个建议 既然您把刘丽专的公益 授权给了东晨 那么以李卓然的性格 这次被割了这么大一块肉 他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加倍赚回 在这种情况下 就难保当年的事情不会重演哪 你说当年的事情 就是那些 他挂羊头卖狗肉那个卑劣行为 就是这个 我总没想到的 我应该防着点 李卓然这混蛋呢 为了钱呢 什么事他都会笑眯眯地干出来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您既可以拿到李卓然的股权 又可以保住您的名声 去说 您看啊 既然您给李卓然的授权不是独家的 但您完全可以和我 和乙望再签一个同样的授权 我保证 每一颗琉璃钻作品 都打上您的名字 来维护您的职业尊严 可是我不明白 我既然卖给东晨了 不就等于卖给你了吗 您是有所不知啊 乙望虽然是东晨旗下的子品牌 但是生产 经营 销售 全都独立核算 由我全权负责 李卓然为了打压我 处处刁难乙望 您把这个授权给了东晨 李卓然是绝对不会交给乙望品牌的 没关系 我的这个想法 您可以慢慢地考虑 明白 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您说 林总啊 现代匠人的精神 在生意人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是吧 可是我相信你 我所有的名声交给你了 谢谢你 谢谢你 宋老师 还有一件事我想跟您谈一谈 啥事 我想说过您手中百分之二的股权 这 这 这我不能卖啊 您看啊 这个股权在您手中没有什么用 不如折现给我 不是 林总 这 这里面有些细节 恕我不能说清楚啊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是有理由的 好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 咱们合作的合同拟好之后 我让朱莉给您送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就按他说的做 认认真真地准备这场发布 越正规越好 为什么 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 李卓然和宋诚 达成这个合作 你先按我说的做吧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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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你之前爱吃的变的 我还缺点咱们再改 够了 恢复怎么样 还疼吗 不懂了早好了 最近跟顾兴岩相处得怎么样 咱还没要呢 我这八字已经有一瓶了 起码有了个目标 还倒是你 什么时候给我找一扫子啊 等我先收拾好了东晨的旧山河 海燕 河青 勿归远瞩了之后 我们再考虑这事 但是我发现你跟顾兴岩才是一家人 他还说把心中的宿泉凉了 再谈感情这事 是吗 他有什么心愿跟你说过吗 没有 我等他进口告诉他 再说 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这个 又当爹又当妈的老大哥 介绍给他呀 我看着 很猛 怎么看上去倒霉那么多 就是 岁数有点不小了 那废话啊 赶紧吃 我们把自己存在ж 喂 宋老师 新年啊 她把她以前那一套 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再拿出来的话 那 那 那我跟琉璃篆 的名誉全部被她掩埋掉了 所以我就想一想 我觉得灵意这个人呢 还是挺值得信赖的 可以合作 所以我 我 我就答应她了 好 既然您已经答应了 就按照您的想法去做吧 好的 好 另外啊 灵意今天还提出了就是 她希望能够收购 我那百分之二的那个股份 我当然拒绝了 好 谢谢您 那个谁 星雁 你的真实身份吧 我也猜出几分了啊 我的意思是说 东城的水深 水魂 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谢谢您 苏老师 你还能够收购 如果您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打这个电话联系我 好的 挂了 嗯 按您提示呢 我查了一下宋诚的通话记录 怎么样 他最近通话单里啊 真的有一个号码频繁地出现 号码你的主人是谁啊 那个我查不着了 他是一个虚拟的网络电话 我拨打过去啊 没人接听 我不相信 像宋诚这种 拥有琉璃钻手艺的匠人 就这么低调了十年 你再好好给我查这号码 说不定是白信宁本人呢 我这手查 好 孟总监 我们东城公司 未来的趋势发展是什么样的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孟总监 咱们今天到底要 公布什么消息啊 对啊 孟总监 这都等了一天了 发布要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可以给我们爆料一下吗 各位不用着急 你们想知道的答案呢 一会儿发布会开始之后 你们董事长会 一一为各位揭晓 各位 李董来了 快进 走 走 走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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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董 快点 来 来 来 快点 来 来 请 各位同行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想向大家 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消失了十几年的 琉璃钻工艺 在中国第一珠宝匠人 宋承先生的 活泻底下 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 东城的顾兴研工作室 将会重磅推出一款 以琉璃钻工艺 为主打的核心产品 希望到时候各位 帮忙多多宣传 当然 我也会履行承诺 将我个人名下 东城百分之二的股份 转让给宋老先生 宋老先生今后就是 东城的名誉董事 宇董事长 据我所知 东城的林总经理 刚刚也发布了一条消息 以为我们品牌 下一季的产品 正式主打琉璃钻 我的问题是 这件事情您是否知情呢 另外 您历推的新生代设计师 顾兴研工作室 和东城的林总经理 所主导的 已旺品牌 都要在下一季推出 以琉璃钻为主打的 产品系列 那么这是否是你们 高层之间的 同行业竞争呢 宋承先生 您作为公益的持有者 是否参与了 两方的活动呢 这是我们特别想了解的 林总经理来了 林总 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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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东城珠宝的总经理 林毅 首先 此次琉璃钻系列 正好有力地 粉碎了外界 对东城高层不合的传言 董事长李卓然先生 用自己的股份 交换琉璃钻工艺 正是为了发扬 东城的精神 来纪念已故的 董事长唐婉仁女士 以望和顾兴研设计师的 DNZ 都选择琉璃钻 作为下一季的主打产品 正是为了 向唐婉仁女士致敬 因此 我要代表东城的旧部 以及东城现有的员工 向我李卓然先生个人 做出的贡献和付出 表示感谢 董事长 您找我 你找我 我都不知道你平时在做什么 我听说人家林毅的助理 经常能从助理联盟 获得一些重要的信息 你呢 你对这些情况毫无所知吗 我 我真的没发现什么端倪啊 董事长 您别着急 我这就把宋诚叫来 问清楚 你傻呀 你问他有什么用 他能和我们说实话 我花了那么大血本 难道就是为了和林毅 共享琉璃钻的使用权吗 董事长 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 您为什么要用百分之二的股权 换琉璃钻的工艺呢 你以为钻石值钱 但比钻石更值钱的是故事 资本市场是需要讲故事 不管是琉璃钻 而琉璃钻背后的人 本身是最好的素材 算了 算了 说了你也不明白 那眼下的情形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只能寄希望 孤仙的工作室能给我挣口气了 王安东呢 把他叫过来 王总监他 他不是被停职了吗 你们这一群废物啊 要么被停职 没停职的 被停职还耽误事情 王安东停职了 那现在顾兴璃工作室的财务工作 由谁负责呢 呃 财务部的一个新员工 叫JK 马上安排这个人来见我 好的 董事长 这个我能很快安排好 你呀 也就只能做这些跑腿的工作了 董事长 其实我背地里 一直在努力地做一些工作 有什么工作 需要你背地里去努力 董事长 行 我 照顾 你们 行 我 这 儿子 呢 您 家 都 那 赢了 这 就是 不是 我 吃鸽 那 阿瑞娜 还有璀璨的陆思丽之后 就要跟林总对台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大家都说这是你和 东城大老板的终极PK 喂 林总 喂 来董事长的办公室一趟 马上 董事长找我啊 好 董事长要见我 林总有事要跟我说 出发 林助理 你不是带我见董事长吗 董事长在里面等你 董事长好 杰克是吧 虽然我们照面不多 但我对你是有影响的 董事长 请问 您找我有什么事 听说你跟顾经理关系很好啊 是不是好奇我怎么知道的 别于我每天坐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 公司的事什么都不知道 公司上上下下 我知道很多事呢 年轻人 别紧张 我们东城的工作氛围还是很轻松的 就算办公室恋情 也是正常的吧 谢谢董事长 不过我想您可能误会了 我跟顾经理只是好朋友 好朋友 理解 理解 现在的女孩子 都是越来越强了 我们男人少有懈怠 就保护不住他们了 星妍现在是 东辰设计部的顶梁珠 所以你呢 也有自己的事业 谢谢董事长关心 我愿意帮助你们这些年轻人 特别是站在起跑线上的你 但是能不能把握住 就看见自己了 我现在正在物色新的财务总监 取代王稳东 只要你把账目给我做好了 这个位置就是你的 另外有一个人会和你有工作的交集 我需要你帮我注意一下 请问这个人是谁 孟小孝 妈 我有一种直觉 我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对不起啊 我没能按照您的心愿 去过简简单单的生活 但是请您相信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宝贝女儿 你知道妈妈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你不是经常说 想让东辰走向国际吗 这就是你最大的愿望吧 不是 妈妈最大的愿望啊 就是希望你这辈子能够像现在这样 简单善良 满足 幸幸福福 快快乐乐地 过自己的生活 明白吗 那你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呢 每天吃一颗棒棒糖 对不对 对 我的愿望是想要快点长大 帮你工作 这样你就能快点下班 每天都和我一起吃饭 给我讲故事 女儿 我还想你保证啊 以后啊 争取每天晚上 回来陪你吃晚饭 嗯 谁啊 殷哲 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就入座 顺便来看看 来 坐 你来找我什么事啊 林总找你有什么事 林总找我 他就是下午跟我聊了一些 关于工作上的事吧 那说到这儿 董事长向我找你什么事啊 他跟我说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话 还让我盯着孟萧萧 让我有什么情况 就给他及时汇报 盯着孟萧萧 孟萧萧不是他的亲信吗 为什么要盯着他 我不太明白 但我觉得啊 可能是个信号 说明李竹然和孟萧萧 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和谐 反而是个契机 什么契机 孟萧萧被让叶小青盯着你的吗 其实在刚进公司的时候 孟萧萧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还有指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她就开始对我有芥蒂了 星雅 我觉得你啊 不用考虑这些 芥蒂这事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就生长出来了 好 时间不走了 你就早点休息呗 我还得回去破解加密文件呢 好的 辛苦了 晚安 你不用送了 好 路上小心 拜拜 拜拜 中午你想吃什么外卖啊 我听见了 大家 干嘛 怎么了 重大消息 重大消息啊 宋诚 要把他手里百分之二的股份 卖了 卖了 我说李明康 你都坐到这个位置上了 就别再做那些毛毛躁躁的八卦事 神波 我们最近这夜大设计师 好像变得沉稳了许多 笑什么笑 我成长速度快不行吗 最好少说你都说了一半 别掉人胃口赶紧说吧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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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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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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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说 这宋城啊 其实对股份 完全就没有兴趣 人家一心倾心于设计 所以想趁东城实力上存的时候 把手里这百分之二的股份 全都卖了变现 变现了 要是我 我也尽快套现 那百分之二的股份卖了 至少能在上海 买个两房一厅吧 哎呦 我的天 你看你们那些嘴脸 你看看你们 两房一厅 就把你们惊压成这样 我帮你换一个大的 那大的 那三房两厅也有可能吧 三房两厅也挺多 芳芳 你的梦想 太容易实现了 你对东城也太没有信心了 同志们 百分之二的 那是百分之二啊 买点十个 十个 什么呀 十个 十个 我信你们去算算 我信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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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你过信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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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孟总监吧 我是小青 我是说过上班时间 少联系吧 哦 不是 这不是有紧急情况吗 你说 我刚刚听李明康八卦说 宋陈好像要把他所有的股份 都抛售掉 消息可靠吗 李明康这人吧 虽然有些时候说话 比较夸张一点 但是他说的八卦 后来每一条都被印证了 行了 我知道了 杰克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这个账目完成得很不错啊 谢谢董事长夸奖 除了工作室的账目工作 我交给你的另一项工作 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您是说孟总监那边 一切正常 他对销售的事也很尽心 不过我听说 听说什么了 他好像对切割大师手里的股份 很感兴趣 而且还约了见面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进来 老师 有一位东城的总监来拜访您 宋老 您好 你是 我是东城的销售总监孟潇 您可能不太了解我 但是我对您呢 已经是景仰已久 坐 怎么样 什么事情啊 宋老 您如今声名傍身 还这么勤于记忆 真是令人钦佩 我知道您忙 所以今天呢 也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 那也好 好 您今天来找我什么事情 就请直说吧 好 那我就直接讲了 我今天来是想要给您商榷一下 您手中那百分之二的股份 我知道您向来对于商界的分争 没有兴趣 我也愿意解您之忧 我希望您能将手中那百分之二的股份 转给我 当然 价钱您来开 这东城的股份有这么尖贵吗 为什么这么多人争啊抢啊的 您这话的意思是说 还有其他人想要买这些股份 我也不想耽误你的时间啊 我就直说了 我这百分之二的股份呢 我是不可能卖出去的 所以您要有什么事的话 您就先忙你的 宋老 不管对方愿意出多少 我都愿意再加一成 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成全 年纪不大 魄力不小 令人敬佩 丧郎 我希望您别怀疑我的诚意 我既然敢开这个价钱 我就一定付得起 不怀疑 不怀疑 但是抱歉 我也想重申一下 我的股份是不可能卖出去的 所以您请回吧 罗伊 麻烦你帮我送客 对不起 黄总监 您请 送了 我留一张名片在您的桌子上 如果您改变主意了 请第一顺位联系我 嗯 请不吝点赞 好 我有急事找您 进来说吧 什么事 我今天去找宋诚了 找他干吗呀 我得到一个消息 他要出售自己手里的股份 我想替你拿下来 你看你又不跟我商量一下 自作主张 宋诚怎么可能卖他的股份呢 可我在宋诚的工作室里 见到了顾欣妍的图纸 虽然上面并没有他的签名 但我认得那种风格 那一定是他的 这能说明什么呀 我怀疑琉璃钻的事情 是他跟宋诚联合社的局 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李卓然 这样一来 他就不会再那么推崇 这位顾总监呢 而顾欣妍在琉璃钻的事情上 也就不会跟你的一瓦瓦打泪 在东晨这个一直跟你对着干的女人 自然而然就会被踢出去 不行啊 为什么 你不要问为什么 而且今后 你也不要再为难顾欣妍 不是 这到底为什么呀 你要知道 顾欣妍一直是李卓然手里 一名重要的妻子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心慈手软 我们很有可能满盘失利 而且 在琉璃钻这件事情上 我有点心急了 我觉得李卓然应该不会再像以前 那么信任我了 如果一旦失去他的信任 那么出局的那个人很有可能是我 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什么呀 你出什么局呀 有我在呢 你出什么局呀 不是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的想法吗 我怎么不关心你 我一直拿你当妹妹看待 谁要你拿我当妹妹看待了 我要的是你对一个女人的关心 就像你对顾欣妍那样 我告诉你 女人的直觉很准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们说 这董事长的钦差大臣 亲自来主持会议 为什么呢 你看我干吗 连你这包打厅都不知道的事 我能知道吗 也是啊 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的这个会 主要是有一个人事任命 要向大家公布 鉴于目前财务部总监 王婉东被停职 经公司商议决定 任命Jeky为财务部副总监 管理东城日常的财务工作 并全权负责D&Z工作室的财务工作 下面 就让我们恭喜新任总监Jeky吧 新任总监 你别生气了吗 我这不是生气 我这是很惊奇 凌晨你现在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跟我说了 我不跟你说 不是怕你阻止我吗 不是怕你阻止我吗 啊 李主任找我谈话了 说要重用我 你想想 他怎么可能重用一个职场小白呢 所以我就答应了 我想看看他下一步走什么棋啊 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初 建立工作室的时候你说什么 你说你怕我招了李卓然的道 那你现在不是招了他的道了吗 我知道你担心我 关心我 但是你放心 我会保护好你的 也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好 董事长您怎么过来了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 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刘立尊发布会的事 辛苦你了 我倒没什么 只是觉得这个宋承太贪心了 我事先并不知道 他会把刘立尊的授权 同时给了你和灵异 你对这个宋承了解吗 我之前知道他 但是没见过面 之前呢顾心妍在做海棠花切割钻的时候 有一些耳闻 这个宋承让人难以捉摸 行 你先忙吧 我回去了 董事长慢走 今天开这个会 主要是想具体商量一下 琉璃钻使用权的问题 那我先说一下 我这个人不喜欢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这么做 对董事长不公平 董事长花了百分之二的股份 买回了这个琉璃钻的使用权 但是那所谓的工艺大师 他却分别签售给了两个人 大家都是东智人 不可能自己人跟自己人抢生意吧 所以我觉得最公平的办法是 这个使用权还是归一个人 那就是董事长 那你也别忘了 目前呢只有乙旺才是最赚钱的品牌 如果不把琉璃钻的工艺投入到乙旺 那东晨受损失 我们大家都受损失 是的 所以我让新任的财务部副总监 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 咱们还是以销售额和利润率说话吧 各位董事 但是以目前的统计表来看 如果DNZ工作室和乙旺品牌 同时开发 以琉璃钻工艺为主打的产品 那么从宣传制作人工成本上 就是独家开发的二点七倍 但是利润增长却不到百分之三十 那么少 其实都是一百以上 董事长 我们再去沟通一下 去往办公室吧 谢谢 您看